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开大圣妙法莲华经 第158页 《妙法莲华经讲义》第158页 我们先看155页的经文 第155页的经文 爱 诸善男子 读过去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阿生其节 而时有佛号日月登明如乃 应供正片之民行族 善是世间解 无上是条欲丈夫 天人师佛是尊 眼说正法 初善中善后善 其意深远其余 巧妙 唇衣无杂 具足清白犯恨之相 为求生文者说应四地法 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 为求辟之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 为诸菩萨说应六波罗蜜 并得阿六度罗三秒三不提成一切种子 这一段就是 文书施理菩萨 他把过去无量节 无量阿生其节 有一尊佛叫日月登明如乃 他的整个讲说法华经的前后的状况 把他描述一遍 然后过去佛是这样 所以现在的佛也是准备要讲法华经 那么过去的这尊日月登明如乃 上次十号十个名号 十个名号我都讲完了 那我们今天来开始讲 演说战法出善中善后善这一部分 其一身远其余巧妙 纯意无杂 具足清白犯恨之相 从这个演说正法 到具足清白犯恨之相 这一段总共具足七个善 这个在有些经典 他都会在描述 佛陀在讲经说法都会具足这七善 那这七善是通大圣小圣的 我们这边主要是以大圣的七善来谈 这个七善是哪七善呢 第一善就是演说正法初中后善 这是第一善 这一善若按法华文句 智者大师的法华文句里面来提到 他是把它称为时节善 时间的时 节呢 就是这个节约人缘的节 时节 节日的节 时节善 就是说这个善呢 善法的善 善良的善 那么他具备了七个 七个殊胜的地方 佛陀讲法都具备着七种殊胜 七种对众生能够有帮助的善 那么这个初中后善 为什么叫时节善呢 因为他具有次第的讲 所以佛陀他讲经说法都有次第 然后依着个人的根器 刚开始说什么法 中间说什么法 到最后他要证悟说什么法 好 他就一一的又次第的讲 这叫时节善 时节善 我们来看这个小字 演说正法 一百五十九页的第一段 演说正法初中后善 一百五十九页 正法 正法呢 就是 极止正光明正大 正当正确 又正合众生根极止法 没有什么神秘玄妙的 也不是偏邪迷信的 也合乎世间因果的 也合乎缘其法则的 而且确定能够救世救人之法 就是正法 通说 佛说的五圣佛法 皆是正法 别说者 指本经 如果特别指的话 狭义的讲的话 特别讲我们本经 如果没有特别指广义的来讲的话 佛陀的五圣的佛法 都是正法 这个光明正大 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很不一样的 光明正大的法 它不是说那种 取巧的 也不是那种 有一些法 它虽然看起来不是邪的 可是它没那么光明正大 光明正大 这种感觉 大家要去体会一下 体会这种感觉 行的这种正大光明 就是世界没有什么可以告 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 那么也没有什么 别人不可以 就是 我们行的正 做的正的时候 走到哪里 都不会心里 不会害怕 也不会怕人知道 我们讲了什么话 人前人后所讲的话 要一样 人前人后所做的事 要符合我人前说什么 我人后就要做这样 不能别人面前说什么 而我们背后去做不一样的事 这样子就不对了 就不对了 所以心要存这个光明正大 这个光明正大 最大考验就是独处的时候 一个人的时候 当然考验就很大了 一个人呢 有时候一个人 常常一个人的时候 他就 就是 反正天不知 不是 人不知 鬼不觉 大家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世下就做 可能跟我们表面讲的话不一样 所以 以前讲 君子 圣独 对不对 要谨慎在独处的时候 真正的君子要圣独 独处的独 孤独的独 要谨慎 谨慎在独处的时候 独处的时候是最重要 最重要 如果独处的时候 都还能够行的正做的正 那就不同了 哦 那这样子这个人就真的很不错了 就真的很不错 以前我去受戒的时候 我在香港受戒 那时候德界老和尚是 超成老和尚 超成老和尚 他是我的德界和尚 那么这个德界和尚超成老和尚 我们那时候受戒的时候 才六个人 六个 五个比丘 一个比丘尼 就是受戒 那么我在离开的时候 跟超成老和尚顶礼 告假 跟他老人家问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说 现在末法的出家中 修行很难 到场 有时候到场住 万一有些是不太适合的到场 我们又不方便住 那有些不见得正知正见 所以万一独处怎么办 万一一个人变成我一个人住怎么办 结果那个超成老和尚眼睛就真的大大地看我 他说 很简单 要什么 他说要洁身至爱 就给我这四个字 洁身至爱 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只有这四个字 伴着我们 独处 洁身至爱 在老和尚 超成老和尚 我是很恭敬他 非常恭敬他 但现在老人家身体不太好 所以他这句话一直 一直深深的指在我心里面 其实这是适合任何一个人 他不是说我们出家人而已 他事实上就是我们整个人生都是这样 独处的时候怎么办 要洁身至爱 而且这是最困难的都是独处的时候 你在大众中你还会 还会 节约自己一下 控制自己一下 可是独处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大众的时候不敢把脚敲到桌子上 独处的时候就会把脚敲到桌子上 没有 这个是玩笑话的 但这个是比较还好 我主要是指心性上 心性上 好 我们来看下面 初中后善 初中后善有好几种解释 我们来看第一种解释 文法人生性解此名初善 有没有看到 第四行 这一段的第四行 文法人生性解此名初善 这是初学者 初学佛法的人 刚开始听闻佛法能够生性解心 这是初善 然后再来 如解而修行 得到利益 就是终善 我依着我生的信心的法 来去修行 得到利益 这是终善 这时候还没解脱 算是进入状况 叫做终善 刚开始还没进入状况 可是起信心了 叫出善 那么佛陀在慢慢地开始教导他 让他已经进入状况了 就终善 最后就尽离苦得乐 依着法修 最后离苦得乐 正果 了生托使 正得三圣 涅槃 乃至成佛 光度众生 此名后善 所以这是一个过程 一个次第 刚开始生信心 然后依着法而修 就是终善了 生信心出善 最后得果 后善 初中后 皆正言 正行 正果 顾名正法 就是初 初呢 刚开始正言 相信这个正确的法 正确的这个言 就是法 然后正行 依法而起正行 最后得正果 顾名正法 也就是我们的初中后善 第二种解释 又初善及佛因应基所说的事理法 好 他印着基根基 说事理法 中善及十二因缘法 后善及六波罗密法 这是一根基不同而讲的 此三圣佛法 皆是初四正法与善法 这个呢 是第二种 这个跟大家举个例子 来讲 这是呢 七善当中的第一个善 十节善 十节善 好 我们翻过来 第160页 第二个 第二种善呢 第二种善 就是其易深远 其易深远这四个字 其易深远这四个字呢 是称为 易善 易 易就是性易和平的易 易善 易善 就是它的意义 很深远 所以它具备的这意义上 很深远的这个殊胜 所以七种殊胜 七种善当中的第二个善 它的意义 很深远 其易深远 就是易善 这易善的解释就其易深远了 这个深远要深到怎么样呢 这是指大圣的深远 法华文句上面来讲 它说 二圣不测其边 就是深远 就是易善 二圣的圣者 二圣 身为圆局 它测不了 这个 测不了这个 这意义的深远到哪里 它无法知道 所以意义很深远 因为二圣的圣人也没办法了解 所以叫易善 叫易善 我们来看底下的小字 心形出灭 明为深 言语道断 明为远 言人称姬 约巧 语人 贤礼 约妙 心形出灭 是深 言语道断 明为远 意思是 这个 这个 言语无法形容的 我们的意思也没办法思考的 心形出灭 就是我们意识没办法思考 的那种深度 它是很深的 名为深 言语道断 名为远 这个我们言语也没办法去 分别 去讲说的 所以它是非常远的 很深远的一种道理 言人称姬约巧 与人贤礼 缘妙 就是我们讲说的 这是另外的 奇遇巧妙 奇遇巧妙 奇遇巧妙是第三种善 我们现在就来讲第三种善 刚刚讲的义善 我们就讲到 这个 就是说二胜不测极边 叫义善 第三个 语善 口语的语 语善 语善就是奇遇巧妙 这是七善当中的 语善 奇遇巧妙 奇遇巧妙是怎么巧妙呢 言人称姬约巧 最下面 这一行最下面 言人称姬约巧 就是这个 他讲说的 言词呢 能够对着根器 对方的根基 来谈 能够应着当时候的时机 根基来谈 就是巧 语人显礼 约妙 他所谈的内容 又能显出 他的明确的 很明白地显出他的道理 正法的道理 很明白地显现出来 约妙 约妙 这是语善 语善在法华文句里面 另外讲的叫八音句竹 我们继续看 如方便品佛说 就是我们法华经里面的这一段 进行诸佛无量道法 成就甚深未成有法 随意说法亦去能解 随意者和 唯有无数方便 种种因缘 批语言词 言说诸法 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 唯有诸佛乃能之之 这个是说 我现在所要讲的 这个法华经这个法 是只有诸佛乃能之 是这个法非思量分别所能解答 所以这叫其语深远 其语巧妙 父次能引发利益安乐固 其语深远 然后注意下面 八种泛因具足固 其余巧妙 在巧妙这里又讲到八种泛因具足 这个讲的话 说的这语词有八种泛因具足 那八种呢 如果你们有笔记记一下 我给大家领一下 第一种是极好 非常的好 极端的好 极好 第二个呢 是柔软 八因具足 就是佛陀讲的音 它度化众生 有八种殊胜 这个音 音质的内涵 有八种殊胜 八因具足 第一个呢 是极好 极端的好 非常好 第二个柔软 讲的时候很柔软的音 很柔软 把它听得很舒服 不会很粗暴 好 第三个和事 很那个和 就和平的和 舒适的事 和事 好 第四个尊慧 尊贵的尊 智慧的慧 尊慧 尊贵的尊 感觉起来这个声音呢 听起来就很尊贵 而且很有智慧 很有智慧 叫尊慧 第五个 不女 它这个声音呢 听起来不是女生 女众的女 不是女生 第六 不语 不悟 讲错了 不悟 不就单悟的悟 失误的悟 错误的悟 这是不悟 就是他讲的这个内容 不会有差错 不悟 不会失误 第七个 深远 很深 很远 讲的这个音呢 音子呢 很深 很远 深远 第八个 不结 结就是 结尽 所有利器的结 枯结的结 就声音枯结了 这个结 结是那个利子旁的结 利正的利 那个结 就是那个口渴的渴 旁边那个三个水去掉 加上利正的利 利正的利 这结 不结 不会说 讲到最后没有利器 不会这样 他的声音一直很有利 这是八种翻音句足 这叫奇语巧妙的 与善 与善 这是第三个善 所以第一个善 十节善 讲经说法的十节 他都很有次第 对众生互动上很有次第 第二个义善 内容很深远 意义 很深远 第三个与善 与善 八音句足 八音句足 第一个极巧音 第二个柔软音 第三个和事 第四个与善 尊贵的尊 智慧的慧 第五个不女 第六个不悟 第七个深远 第八个不解 不解 这是八音句足 好 我们继继续看 这个第三个善 讲完 第四个善 就是读 纯一 无杂 这是第四个善 第四个善 是称什么善呢 独一善 独就是 独一无二的独 叫独一 独一无二的独一 独一善 独一善 为什么叫独一善呢 它是非常纯 纯到非常纯 没有什么夹杂 没有什么夹杂 叫做 纯一无杂 这个独一善呢 它 如果在法华文句上面讲 是说 不与二圣共 它这个法呢 是二圣 不是跟二圣讲 共同讲的 因为二圣不会懂 二圣的道理没有 所以 不与二圣共 是纯圆的大圣 纯圆教的 的教法 很纯的圆教教法 叫独一善 独一善 第五个 第五个善 叫圆满善 圆满善 圆满善呢 就是下面 具足 清白犯恨之相 这个具足两个字 是圆满善 为什么具足是圆满善呢 因为它呢 具足了许多 我们看下面的小字 把上面小字念完 佛所说 教法 教体不杂 无有非法 不共外道 明 存衣 无杂 明存衣 无杂 教用 修八正道 能得无肉 涅槃 明清白 犯恨之相 八正道是犯恨 涅槃是清白 故 如批语品说 是诸众生 皆是我子 等于大圣 不令 有人读的灭度 皆以如来灭度 而灭度之 细于诸佛 禅定解脱 等于乐之趣 皆是一向一种 圣所称探 人生寂妙 第一之乐 这个呢 是在讲 我现在所讲的法 是纯一无杂的 纯一无杂的 佛虽说三圣方便法 无非开示众生 转恶为善 转懒为敬 同德勿入佛制之间 皆为显正清静 洁白之本心 出离凡夫外道 恶圣一切杂懒 以驱佛制 恕成就佛生 故曰 纯一无杂 具足清白 犯恨之相 这个具足 圆满善的意思是 所有的佛陀所具备 想要讲的法 都具足了 最究竟的道理 也具足了 所以就是圆满 就是圆满 他也应激说法 又纯一无杂 这个具足是 把其他的道理都 所有该有的都有了 的具足 称为具足 就是圆满善 再来清白 清白 这里面小字里面讲说 涅槃是清白故 第三行 涅槃是清白故 这里的清白呢 他在法文文句上 他是提到 智者大师把他讲成 把他做注解 是叫条楼山 第六个 散 条楼山 刚刚呢 第五个散 圆满善 是具足两个字 是圆满善 下面清白两个字 是条楼 条楼山 第六个 条楼山 那么底下 犯恨两个字 是无缘 慈善 第七个 无缘 慈善 就七善的最后一个 是犯恨 这两个字 无缘 慈善 无缘 慈就是 无缘 大慈 同体 大悲 这个无缘 慈 无缘 慈的 善 这个第六 清白 为什么称为 条楼山 因为呢 它没有 不是偏一边的 所以它是圆龙的 是条楼的 它是没有 二边的 不偏 左边 不偏 右边 它是走中道 无二边之辖慧 就称为 条楼 条楼山 所以呢 它的清白 清白两个字 清白两个字 是因为它们 不会有偏的地方 就为之清白 那这个涅槃两个字呢 这涅槃是指 大圣之涅槃 不是二圣的 果位的涅槃 它是指 大涅槃 佛陀的大涅槃 涅槃是清白 所以在第六个 条楼山 清白两个字 是条楼山 是条楼山 第六个条楼山 七山里面的条楼山 再来第七 第七个山 犯恨之相 就是无缘此善 因为这犯恨 一般来讲 它常常跟行这个善法 摆在一块 所以呢 它是六度万行 它也包括了六度万行 所以行善的犯恨 就是无缘此善 六度万行是所有的众生 所以我们讲 诸儿莫做众善奉行的 众善奉行 众善奉行 就是所有 只要 只要可以做的 我都尽量做了 所以不管你跟对方 有缘无缘 我都去帮忙 我有缘无缘 我都帮忙 所以变成 没有缘 你会变成有缘 没有缘 你会越来越有缘 这个要靠我们愿力 积极 这要愿力 而且积极 你才能把无缘变有缘 前天 前天 我们突然 跑去买了一些鸟来放 要放生 这个买鸟来放 有点危险 因为那个鸟 它栖息地 栖息地 它的适应能力很差 我很少放鸟 但是那天 突然 就去买个鸟来放 来看看它的生活状况 就不错 它在我们此音室前面 还活蹦乱跳 还没有飞走 还在我们那个草 那个树上还在飞 放一群 如果说假设我没这个动作 我没有这个动作 那这个鸟跟我是不是就没缘 对不对 所以我是不是刻意要有一个动作 就跟它结个缘 那懂我意思吗 所以要积极 这个因果 佛法它是建立在 我们所谓的随缘随缘 是建立在积极的态度 随缘的心 那个态度积极 但是你尽力而为了 一切的得失随缘 那懂我意思吗 得失随缘 但是你要尽力 你不能摆在那里说 一切都是命 那跟原了凡 当初的原了凡 有什么差别 当初的原了凡 他能够禅修 禅坐 坐在那里好几个小时 跟那个禅师 云古禅师 云古禅师还认为说 原了凡你怎么那么厉害 打坐可以坐到 跟我有的比喻 这个云古禅师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故事吧 那本来想称他为大丈夫 就问他说 你这个你真的修得不错 问他说 你为什么能心那么静 结果这原了凡讲说 因为一切都是命 所以我的心很静 这个云古禅师就笑了 我还以为你是大丈夫 人中之之 人中很 在人里面算是很不错的人 想不到你这样的观念 那还不如 只是凡夫俗子而已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你没有积极 你只是随波逐流的随缘 你不是中流砥柱的那个砥柱 懂了解我意思吗 积极就是你要有一个 中流砥柱的那个心 万人 就是我还是无王语 虽然别人都不可能的事情 我也尽力做做看 尽力做做看 你要跟众生结善 你要积极的情况之下 所以叫 为什么叫神通敌不过业力 业力敌不过什么 愿力 它就是道理在这里 因为你发愿 发愿就是积极 才叫发愿 积极做什么 所以圆了凡 他发愿一开始三千件三事 他才转了他的业 连小孩儿子都有了 本来还命中没有儿子的 儿子都有 所以他是不是积极 积极 所以这个是无缘慈善 不管你有缘无缘 我都有一份慈悲心 积极地去做 积极地去做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这是我们第七个 善 所以总共七个善 就是第一个 十节善 初中后善 称十节善 第二个呢 义善 义一生缘 其义生缘的义善 第三个 义善 其余巧妙 义善 第四个 独一善 就是纯一无杂 不与二圣共的教理 他这内涵是独一无杂的 纯一无杂的 独一善 第四个独一善 第五个 具足 具足所有的大圣 纯缘的教法 圆满善 第五个 圆满善 第六个 条楼善 清白 具足清白 这清白两者是条楼善 第七个 善 犯恨 就是积极行善 犯行之乡 无缘之善 无缘之善 我们以前不是常常有那个 常听到有个故事 有一个 有一个 证悟的 开悟的大诚实 结果他讲经说法 没人听 没人听 那么有人就叫他说 你可以施这个糖 那个糖 撕在草地上 给众生吃 或是撕米 给鸟吃 结果他就这样子做 每天都这样做 给很多众生吃 等到二三十年后 很多年轻小朋友 年轻的人 来跑来听他讲佛法 这个就是当初吃他米的鸟 吃他的糖的那些众生 如果我们要转我们的业 只有积极 没有什么 真的没有什么 第二个方式 积极 用心 成功是为了给什么 准备好的人 这句话是对的 这不是不对 我们一定要准备好 要准备好 没有平白而来的东西 绝对没有 所以不要 我们如果说 今天没事放假 四天假期 大家都跑去那里了 大家要积极一点 去做一点 觉得说今天不要白过了 去做一点事情 这六度万行 是行善 我们看下面 第161页 第一行 我们接着下面的经文 为求生文者说应 实地法 为求辟知佛者说应 十二因缘法 为诸菩萨说应六波罗蜜 这就 这是 我们今天要讲的 几乎是佛法的核心 四地法 十二因缘法 六波罗蜜 声文者 说应四地法 因为声文者 通常是对于 比较 我们这个前面 我们翻开130页 130页 130页里面 这个经文 经文 中间 经文的中间 开悟众生 有没有看到 130页 若能招苦厌老病死 为说涅槃 就是四地法 四地法 尽诸苦迹 让他能够解脱 若能有福 成供养佛 自求圣法 为说圆绝 就是说十二因缘法 这一段话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 若能招苦 招苦就表示这个人 福报不够 他很苦 生活得很苦 所以为他讲 人生很苦 所以讲苦及灭到 四圣地 他很容易欺慕的 因为他要 离苦得乐 所以厌老病死 为说涅槃 若能有福 这句话就很有意思 因为这个人很有福 现在很多人是 很有福的 很有福的 那么成供养佛 他又因为供养佛 很有福报 但是因为他根气很利 所以他对他的福报 不在意 可是他又不会觉得 人生苦 因为他很有福 所以他因为根气很利 所以他只有想求圣法 所以他修行的动力 不是苦 是因为想要求 这个殊胜的佛法 想要了解人生的道理 所以他修行的动力 是这个 为了求真相 求实相 这是他的动力 所以辟知佛跟罗汉 就是身文原觉 两个人 修行的动力 背后的原动力不同 身文是为了要灭苦 因为他人生很苦 可是辟知佛 原觉 原觉就不是 他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要了解实相 所以佛陀呢 就为他讲说 十二因缘法 他不是从苦契录的 所以我们翻过来 翻到第161页 翻回来 我原来这里 所以 为求身文者 说应斯蒂法 斯蒂法就是 从苦开始了 苦即灭道 为求批兹佛者 说应十二因缘法 批兹佛呢 因为他是有福的 他是有福的 那么他的根气太厉了 批兹佛在翻译上 他可以翻译原觉或独觉 他是一样的意思 独觉或是原觉 或是批兹佛 这三个是一样的 但是呢 这个 这个在 在这个 历史上 他还是有给他稍微一点分别 一点小差别 在佛陀 在世的时候 为他讲十二因缘法 而证悟地 称原觉 如果佛陀不在 无有佛出的时候 他因为根气过厉 太厉了 他看到花开花落 无常 马上就证悟了 那个就是 独觉 独觉 这个是他不一样的地方 稍微有点小差别 一个是有佛事的时候 称原觉 一个 佛不在的时候 而证悟 就是没有听完佛法 他就可以自己 观察世间 就有办法证悟了 那个就是 独觉 但这两个都称为 辟之佛 都是辟之佛 我们先看 为求生文者说 印世底法 这世底法 世底法 我们简单的 来看 看小字 印生文基 说世底法 地者 真实 就是真实的道理 真理 四种真理 苦极灭道 顾名世底 闻佛 身教 物此 世底真理 断见之祸 正四相 是果 的 皆明 生文 地字 断 断掉 见是祸 他就 正罗汉 正 四相 是果 皆明 生文 地字 就是从 这个 出果 出果相 二果 二果相 三果 三果 相 四果 四果相 这就是四相 四果 虚头还 虚头还相 相的意思是 相 就是你要证这个果位之前 我准备要相的这个果位了 他已经几乎要证果位了 那个层次呢 叫做相 所以每一个果位之前 他就有一个相 因为他快正果位了 之前 有个相 这叫做四相 有四个果位就有四个相 叫四相 四果 皆明 身文 第一个 苦地 苦地 是因为我们因为苦恼不安逼迫的意思 众生无故有生老病死的苦恼 还有人世上的爱别离 愿正会求不得的苦恼 尤其是众生无因身心 就经常在无常逼迫中有变异的苦恼 这个 有变异的苦恼 这八种苦可并为三苦 爱别离呢 是坏苦 慢慢的坏去 五因呢 是喜悦苦 其余的是苦苦 这个八苦又可以并为三种苦来讲 一种叫坏苦 然后行苦 苦苦 总之世间是一大苦句 属于众生的果报 这个是苦 苦是不用说了 大家体会力很多 但是我就真的碰到一个蛮有福报的 我跟他讲苦 他跟我很辩论的 说师父 是能真不苦啊 我股票就可以怎么样啊 他就可以 那时候股票还上万点 他 跟他讲不过 结果被套牢 后来就没办法了 这个人生 不要以着是现在自己的福报 现在的福报 是很无常的 是很无常的 我们只要还有一点点福报 你赶快用掉 舍掉就是用掉 用掉就是你的 才真的你的 舍出去的东西 做我是说行善 行善 你有体力的福报 身体健康是一个福报 你就赶快去做点 有益众生的事情 这是无所求的一些 一些义工 这是身体的福报 还有其他各方面的福报 你都赶快趁有福报的时候 应用这些福报资源 去转动善法 转动这个六波罗密 用心 积极 然后得失就随远了 这个呢 这个用出去的才是你的 你存在银行的还不是我们的 还不是我们的 这个就是 这个是苦 苦地 第二个 急地 急呢 就是 着急 就是起货 造业 能着急 苦报的意思 苦恼的来源 就是不良心理的影响 例如 贪欲称恨愚昧傲慢 疑惑邪见等 会影响说话的行为 久而久之成了习惯 便有一种力量 这就是苦恼的召集者 因为众生的苦因 这个叫急地 急地呢 是因为贪欲称惠愚痴啊 这个呢 就是 一直在急这个苦的果报 急这个苦因啊 把苦因一直急 一直急 这个就是急地 我们急自己苦因 把自己苦一直急 这里就 这是自己的果报 可是我们不要害到人家 不要害到人家 害到人家 你自己急的苦 可更多 那个在 在 在这个 《易经》里面 《易经》里面有个 过啊 叫井挂 大家知道 井 水井的井 井挂 我以前好像 不知道我们谈到这个 我以前有没有讲过井 没印象 然后我再讲这个 井呢 这个井 井挂很有意思 这个 它的 好像是第一个窑吧 还是第二个窑 它那个 这个窑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做一口好井 这个好井是什么意思呢 别人来取水 这个井是好井的话 这水源 这个水很好 很好喝 很甘甜 所以大家都来取 取水 所以这个井的水 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所以 所以它用这个呢 来做比喻 我们人呢 要像一口好井 就是跟我相处的 所有的人 都可以从我这里 得到利益 好 那 这个在 在佛法上来讲 就是 我们呢 要正知正见 你就是好井 因为你跟人家讲的话 是正确的 人家不管听跟不听 都得到一点种子 种进去 不管相不相信你 你有没有这个 人家不管相不相信你 你只要讲出来 是正确的话 人家那个种子 就种进去 等到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会想 某某人讲的话是对的 他就开始慢慢相信 正知正见 所以为什么 听见文法它很重要 就让我们能够 有一口变成好井 我们要修到像罗汉 整个正空性 贪嗔痴熄灭 那个是很长条路 不容易 我们人 没有办法马上变成圣人 要成为贤人呢 也不是很快 但是呢 你至少知见正确 你就是好井 知见正确 你跟人家讲对的话 虽然我们做不到 我们可能还悠悠恼恼 在人世间 还很多苦恼 可是观念正确 观念正确 你给人家一个正确的建议 你就功德无量了 就功德无量了 我们只是常怀 惭愧心 我们还不是证悟的人 然后呢 我们呢 还在慢慢的学习 但我知道呢 这一点正确的道理 供养给需要的人 就是我们要常常有这份心 所以人家来你那里 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 你就可以影响 当成一个好井 让别人碰到你的人 都能够受到影响 受到正面的影响 这个就是讲井 所以我们积地 不要积苦因 我们要积善法 要积顺 解脱道之善法 那么这里呢 当然这里是讲 积的是苦因 那苦越来越聚集 那就很辛苦 灭地 灭地 第三个灭地 灭地 众生已知道生死之苦 又知道苦的来源 就是烦恼及种种不良心理习惯 用修道的方法把它灭存 得到了生托死 超出轮回 达到一种清静永恒 安乐的境界 这叫做涅槃 名为灭地 属出世间的果报 所以灭地 它的意思就是 这是解脱 了脱生死 那么如何去灭呢 就是要有方法 那就是要有道 要有道 道就是方法 所以第四个 道地 道地 道地是佛教导我们 达到涅槃的方法 主要就是八正道 这是属于初世间的因 佛又特别开始我们 称念弥陀 名号 求生极乐 这叫净土法门 是一行道 人人都可做道 此为离苦得乐的殊胜道地 道地就是方法 灭苦 跟灭苦疾 让苦不要再继续疾 所以整个就灭这个苦 那么这个方法就是道 整个灭了 整个解决了 解脱这个烦恼 就达到灭了 就达到灭了 苦疾灭道 这个呢 是我们讲的四地法 范公 信凡老上 他在这边又特别再把八正道 又强调一次 我们也来简单看一下八正道 因为这个八正道呢 就是道地 道地 最重要的就是八正道 所以我们要成为一口好景 第一个呢 是政见 政见 我们看第一个政见 对世间的 有没有看到 有 何谓八正道 这是佛告诉我们八种 合理正当的行为 第一个政见 对世间事情要有正确 真实不错的看法 相信善恶因果 相信三宝 更相信佛所说的 四地八正道六度 四念处 几元几 信空 决定不错 这就是明正见 明正见 假如佛地只不惜因果 没有思念处的观念 一天到晚 就去求神普卦 看向算命 弗卵跳同 相信神通 显意惑众 这就是没有政见了 这个是经常有的事情 经常看到的 通常 那个弗卵算命 看向算命的地方 都非常多人 非常多人 在这个时代 显意惑众 显意惑众 显意惑众就是 常常有时候 你后面跟了一个什么人 那是不是你的什么什么 过去往生的什么人 显意惑众 其实有时候看到 就算真的有看到 一个修行人尽量 也不要用这种方式来 来弗法 这样子有时候会反正把 容易把人家导入到 让人家对于佛陀的知见 会等于是模糊掉正确的焦点 我们正确的焦点是希望 我们的慈悲跟智慧慢慢增长 就算有很多的神通人意 也要 要很 要很保守 要很保守 这样子是比较好的 这是我们提的 但是有一些人是很特殊的 有一些人的确是很特殊 在我们台湾有几个 他真的是很不错的 很特别就是 铜锣九华山那位 加持大杯咒水 那个我施工他很赞赏他 铜锣九华山 那位大杯咒水 那位福慧比丘尼 无名比丘尼 无名的比丘尼 他有没有受戒 我们也不知道 他的情况 他资料不多 他个人资料不多 可是他利益众生就很广泛 很多人都很赞赏他 我施工人 他在福慧比丘尼 他还在的时候 有时候都会去看看他 到九华山 所以他往生的时候 是我施工去 去做告别师 诵经 参攻 去做告别师诵经 亲自去的 我施工要他做 要让他老人家 出动他老人家 是很难的 很不容易 他就为了 就帮他做 做这个诵经 他往生的时候 福慧比丘尼 听他讲说 听燦工讲 这个福慧比丘尼 送大碑座快到什么程度 快到一合掌 刹那间就送一遍 刹那间就送一遍 那就是他老人家的那种 那是他当初在的时候 我施工有曾经这么讲过 这个有记载在 这段话有记载在 有些书籍上面 有记载下来 这个就是比较例外 比较特殊例外 但是我们一般的出家众 一般的在家也一样 恶众弟子也是一样 我们尽量能够以 这个红衣大师 跟印光大师的这种 道风为主 不要太过显异或重 这样子 很容易在我们末法时代 误导众生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不过在过去 过去的人根气很低 他有时候有些老和尚 他有时候也会显出一些 让大家很精 很特殊 很亚裔的事情 比如说像杜顺和尚 杜顺和尚 杜顺和尚 他的法华经 华言经 60华言还是80华言 60华言 他那华言经都是60几万只 80几万只 他可以两排 两排地址 有一次在过堂的时候 两排地址 他就从地址排两排 他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 他的每一个地址都听到华言经送过 华言经 他的地址都听到那华言经 从他口中 背诵送出去 然后送完到最后正好送到完 结束 走过去 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你看这个六十几万 我们不用说六十几万 几千只都有很辛苦了 他这个 六十几万就能这样 你看他那个老 早就打破虚空 他们那个证悟的层次 不是我们想象的了 跟时空早就超越时空了 所以以前古代的 古代的修持是很深厚的 我们现在人的修持不容易了 因为你回去什么 现在你不用出门 家里诱惑都很多 光电脑诱惑就很多了 电脑里面 无远佛界的网路 那就太多东西了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要谈到政见 谈到政见 第二个正思 正思 正思维 就是要纯正的思想 就是他的观念要 就是他心念要正 念头要正 不要有邪念 叫正思 思想要纯正 就是念头要正 第三个正语 正语 正语就是我们讲话也要正 不说谎话 也不挑拨是非 这个很重要 这个正语 现在的人 有些人 有些人三宝弟子 很有意思 他说我所正语 我没有挑拨是非 可是他在跟人家 谈话的时候 人家问他说 某某人好不好 说这个人不要讲了 我们不要说是非 这人不要说了 不要谈他了 这还是暗示他不好 还是一样 你还是暗示 所以这个就 所以这个暗示的动作也不对 也是一样的 这个也是一样会让人家 误导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利益众生的层面 我们不能去 坏掉他利益众生的缘分 因缘 你跟他可能不是善缘 可是他不是坏人 你不要断他利益众生的路 大家懂没事吗 跟他不是善缘的人 不见得是坏人 只是过去生没有结善缘 大家 没多后误会了 没多后误会了 你何必一定要把人家看成仇人 到处给他背后这样断人家的名誉 这样子没必要 没必要 所以就算对方误会我们 这个人是正的人 就算是不好的人 我们都要隐恶扬善 那何况对方不是坏人 那我们为什么要背后这样子 给人家这样不好 这样很水应得的 这是很水应得 我刚刚讲 他还没有讲出说他坏在哪里 只是说这个人不要讲了 这个不用说了 说了他就不要谈了 这样照口语 这样还是一样照口语 你只是暗示就是照口语 这个就是正语 这个正语一定要做到心胸很宽阔 语才有办法正 心胸要很宽阔 你讲话的语就有办法正 可是这不容易 我们要勉励自己 先语要正 我们至少要把自己警觉到 我们口说话的时候要调整 要调整 尤其是帮我们忙的人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我们周遭缘分比较深的这些人 他也曾经帮你 可能过去深刻你跟他结的善缘 结的还不错的善缘 就他今生也是任劳任缘的帮你 虽然帮的有时候会帮到忙 可是就算帮到忙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他还是苦劳 你还是要给他一点 要和善对人 和善对人 你这样才能够把善缘继续结下去 大家了解我意思吗 帮到忙的人 往往没有恶意 他都是善意 他只是因为他很尽心用他的方式表达他的对你的善意 他用他的方式 虽然没有办法能够对整个大局帮上什么忙 可是我们都要感恋人家了 都要感恋人家了 这是正语 这个也包括正诗 感恩心就是一个正诗 第四个正业 正业就是 你的这个业 身口一三业要正确 不要违反 身口一三业 不要违反到不好的 正业 正病就是 你做的这个事 从事的任何对社会国家 你不要你所从事的职业要对 依他而让你活命的这个职业要对 你不要 比如说捕鱼 不是捕鱼 那个行业 如果是不好的行业 你依他而活命 这样就不好 这是正命 这个很简单 大家都知道 不过对于这个 因为有时候我去 以前我去放生的时候 我常跟那个抓鱼的人讲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抓呢 可以换个职业 结果他们都是没办法换 你一旦做下去了 你叫他怎么换 因为又不太认识字 又国中毕业 你要叫他怎么去换 像我上次有一次去放的时候 他那个人跟我讲说 他有试着要换 而且还换过三年跑去做早点 但是做不起来 又跑回来卖鱼 因为小孩子要养 他生了那么多小孩 你光是靠一个早点 他还是养不活 还是得去用他的专长 他只会卖鱼 他只会抓鱼 那这样子 我们怎么帮他换职业也很难 他有他的苦衷 他也不愿意 谁愿意做那么辛苦的渔夫 现在他们累到不行 光是为了捕鱼 真是累到没办法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可怜 有时候我还会去看看他们 在他们卖鱼的地方坐下 跟他们聊聊天 他们很辛苦的 这个是 有时候要体谅到 他们有杀生到的这种行业的苦衷 他们也是有他的苦衷 我们也只能劝他说 有机会就换吧 要不然就是叫小孩子不要做了 你要做一口好紧 就是碰到你的能力 你都叫他不要 你不要训练人家去抓鱼 不要训练下一代了 这样也可能还可以 就是到他为止了 然后不要再害到下面的人 再来正情 正情 正情就是很勤快 很勤快防飞止恶 起心动念很勤快的防飞止恶 而且做出来的动作也众善奉行 众善奉行 叫四正情 四正情 第七个正念 这个正念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不过我们讲的正念 这里比较强调在法上 法上的正念 炼法 炼佛 炼法 炼身 炼天 炼施 炼戒 这个心里要常有正念 我们在拜那个法华经的时候 你的正念要保持好 比如说我们讲一合掌 拜炼是我闻的炼 一心合掌 我们就 那个练出来的每个字 都要清清楚楚 把从我们的内心深处发出来 一心顶礼 妙法莲华经 法华会上佛菩萨 炼宝 拜下去 拜回来 然后能够观想真的佛菩萨在前面 把它想成真的有佛菩萨在前面 这样拜下去 也能想说法华经也在前面 有一本法华经在空中 你这样拜下去 这样都好 我从这个拜法华经 我真的感觉到自己改变了 变很多 真的自己变很多 跟我没有拜之前 差别太大了 差别太大了 所以我很感恋 这个真的要是要用功的 勤快 一定要勤快 只有天下没有白痴的午餐 我们一定要努力我们的身口意有去动 去动 所以勤勞就是得 勤勞就是得 不要一个人在家里没事做 尽量不要这样 当然有时候给自己轻松一下 放松一点 休息一下是没关系 但是不要休息过久了 要继续 我们的人生的步伐要继续走下去 那天我看到一个电视 正好讲到这个勤快 很勤啊 这个韩国历史上有一个修行人 这个修行人叫 慧悦禅师 他这辈子不认识字 他是修禅宗的 他不认识字 他因为不认识字 没办法讲经说法 他也不太会开示 那个口语也不太会表达 他只做什么事情 从早上起来 他就 给西头啊 就提起来 就是那个 不管是锄头啊 或是修理什么啊 好 就赶快就装备都有了 然后就去做他一生 这今生要做的 为常住 为寺庙就开始忙了 好 他在他手下 耕作的田 无数个 无数的田 在帮那个寺庙耕田 跟无数的田 种无数的菜 养活大众 你看这样 所以他是很信奉 那个中国的禅师 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的这个信条 这个概念 他都非常遵守 他每天就是 出去就是种菜 养活大众 然后修理东西 砍柴 他最后往生的时候 年纪蛮大的 结果他还出去 那天早上 他还出去砍柴 砍柴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走到路上 快到寺庙的时候 站着 微笑 往生 就这样走了 你看 多自在 就站着 而且还微笑的 走了 微笑走 生没有病 没有苦 没有病苦 就这样 这是修缠的 但是这种人是很少的 修缠的 十人九错路 但是他 他这个没有错路 他走得真的很好 很难得 你看这情就是得 你要去 赶快 你周遭能够有机会 修福的赶快修 不管这个人 你跟他讨厌不讨厌 善缘不善缘 都没关系 你就是服务他 就服务他 久而久之 就不一样了 这福至心灵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我们心 我们的这个 就会越来越 契入佛法 这法喜充满的感觉 会越来越有 好 最后讲镇定 镇定 为什么镇定摆最后 这有他的原因的 因为你要其他八个 那个八正道前面的 都能圆满的 定自然就出来了 定自然就出来了 定呢 他就是心安 宁静 然后专注 那个就是一种定 那个是一种海阔天 那个 你 那个心胸 那个心 平静到 因为你已经 养不愧天 福不作一地 心安理得 凡事光明正大 你正念 正思 正语 对不对 讲话各方面都 没有问题 心恋也都很正 知见也很正 又很勤快 是正情啊 正情啊 所以你所累积的 善根福德之良 就越来越厚 那么福至心灵的时候 就定了 就定了 所以这时候 你修什么法都能弃路 你修 念佛法门也好 修 禅也好 修 密教也好 都好 你这时候 你都很能弃路 十年初也更快 十年初更快 这个呢 是讲我们的镇定 镇定这一部分 我们就不多说了 这个是比较容易了解 好 现在时间快到 大家有什么问题 底下是十二因缘法 十二因缘法 我们下次来谈 那个 我刚刚讲的那位禅师 站着走的那位禅师 他有传下几个徒弟 他有个徒孙 现在还在韩国 这个徒孙 那天我在看那个电视 在介绍他 那个徒孙 他现在是老和尚 他已经当老和尚 那这个老和尚 他也是奉行的这个勤快 很勤 非常勤快 他很勤劳 那每天呢 他都会常处服务 他在他那个服务项出来 那感觉起来 这个蛮有福报 那 他在 收的徒弟 我在看电视上 看到他 他访问那个徒弟 说你当初来出家的时候 你跟你师父之间 是怎么对谈的 结果那个徒弟就笑起来了 就跟那个记者 可能跟那个访问他的人讲 他说 我 我当初来见我师父的时候 跟我师父请求要出家 结果师父 他说 本来应该照道理讲 师父都问他说 你想怎么修啊 或是说法门啊 或是谈论说 你以后 有什么想法的 那个 想怎么走这个修行的路 结果他师父都没有问他这些 就师父问他什么 你会工作吗 只问他这句话 你会工作吗 我那时候看着笑起来了 这是正好我现在的心情 因为你一定要 这个佛法其实没有什么 放下而已 集聚之良 忏悔业障 忏悔我们的业障 集聚我们的善根福德之良 然后懂因果 一句佛号给他练到底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 放下 这个放下一定是 因为你在工作嘛 你在厨房啊 你在干 在做什么都好 一定可以磨到 摊成吃都磨到快没有了 对不对 我们你在人世里面 你那人越多的地方越好磨 磨到我们心里 零零角角的什么都没有 然后越来越开阔了 心胸越来越开阔了 然后你的 这个是业障就有点在消 然后我们又忏悔业障 我们又不会显易祸重 我们之间又很正确 我们的证师正语 我们的思想各方面都保持正 那这样还有什么呢 你反倒人多的地方 好修行 如果没有人误会你 你怎么修啊 所以一定要这样子 来帮我修起来 所以那个禅师 都经历过这些了 反倒要跟他出家的人 反倒问他说你会工作吗 他不会工作没关系 我教你怎么工作 禅师可以慢慢教他怎么工作 要做 你们可能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出家人 老一辈子对出家众的要求 算是蛮高的 因为他得十八般五一 什么都要会 大家应该以前都听过 你要什么都要会 煮饭什么 什么三刀六锤 在 我都忘掉了 以前老和尚都有讲过 那意思就是 你什么里里外外 什么都要会 不会不行 所以那个惠明老和尚 民国初年的惠明老和尚 民国初年那位开悟的惠明老和尚 讲经说法讲完之后 他就把那个主意脱掉 然后什么都 那个袈裟 跟海青都脱掉 结果跑去哪 跑去捡菜 在厨房里跟他们捡菜 跟他的那些晚辈们在那里捡菜 这个惠明老和尚 在惠明老和尚 所以 我们修行的一定 要具备禅宗的风格 禅宗风格是很有内涵的 可是呢 要以西方极乐世界为衣归 是最好 是最好 可是我们心中呢 要有那种平常心的那种禅的心 放在心里 可是呢 念佛呢 是我们唯一的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 主主要的法 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我们最重要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